各位各位 今天是我自己隔離滿10天的日子 在出門前以防萬一 我還是來快篩一下 快篩是 兩條線 我要去做PCR 經過了兩天我的PCR結果終於出來了 我的結果是陽性沒錯 因為前陣子有接觸到確診者 所以我決定要在自己的房間裡面隔離10天 我有一點咳嗽感冒的症狀 但是不用太擔心 因為我有快篩 陰性 除了快篩之外我也有去做PCR也是陰性 保險期間我還是在自己的房間裡面隔離 我非常的無聊 午餐時間 這是我媽媽幫我準備的 一晚餐 每天最期待的就是吃飯的時候了 讚 嗨各位我睡不著 已經很多天沒有失眠了欸 現在2點18分 然後看劇也看不下去 我不知道我想要幹嘛 早安喲 戴上口罩 是因為我 不要去刷牙了 今天的午餐是昨天吃不完的肉 還有一些 新炒的菜 吃完了 今天吃播暫停 該是運動的時候了 各位各位 今天是我 自己隔離滿10天的日子 那我今天 其實該出門 在出門前 以防萬一我還是來快篩一下 緊張的時刻 我的喉嚨也都好了 應該是感冒啊 好了 就讓它在裡面先 緩緩了我的小鼻涕 快篩是 兩條線 我要去做PCR 以前很難想像什麼是跟病毒共存 知道我現在離病毒這麼近 我現在在篩檢站等待 剛剛是出事了 快是在陽世紀 才能走到這個等待區 我真的是很快就篩完了 就是它叫我的名字到篩完 這大概只花了不到30秒 只能等待結果出爐了 哈囉各位 經過了兩天 今天我的PCR結果終於出來了 我的結果是陽性沒錯 那我想說 在這個疫情這麼嚴峻的情況下 希望大家可以有更多的愛跟包容 我覺得在這麼困難時期 更不應該有那種獵物的心態 去揪出是誰傳染給誰 先把病毒帶在外面 因為確診並不是誰的問題 也不是誰的錯 這就是 遇到了一個意外 那既然 事情遇到了 我們就是面對 我覺得大家 也不用太恐慌 以我自己的例子來說 我出現的症狀是 第一天 覺得紅紅乾乾的 但吃猴片就好多了 隔天開始 紅紅變得痛 然後伴隨來的是 流鼻涕 跟咳嗽 但因為那一天是我 第一次測PCR的隔天 那時候結果出來是陰性 也是陰性 我那時候就沒有想太多 覺得應該是感冒 那我吃了感冒 腰症狀有環節很多 但就是剩下輕微的 紅紅痛跟咳嗽 一直都好不了 那這就像一場 得了很久的感冒 和我一樣確診的朋友 不用太害怕 但也希望 大家可以真的乖乖的待在家裡 因為傳染給別人 會影響到的是他的工作 他的家庭 那既然我們得知自己確診了 希望自己不要造成其他人的負擔跟困擾 那希望我們都早日康復 作詞 組磊 寫 比如說